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陵相距一百米 里面的青陵居右 李景的顺陵居西 由南唐大臣江文卫和韩西仔设计 里面青陵营建的时候 正是南唐经济繁荣的时期 所以青陵规模较为宏大 陵的上部是一个圆形的土墩 全长21.48米 宽10.45米 高5.3米 木道长19米 宽4米 木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十个侧室 前中室为砖柱 后室石器 均为仿木结构 木门和三个室的壁面上 以砖块雕寄出梁 柱 方和斗拱 其上彩绘牡丹 宝像 莲花 海石榴和云气图案 后室的顶部会有天象 铺地的青石板上雕凿山岳江河 象征着地理图 石棺作册还雕有三爪笼和各种花纹 进门处的石额上横刻双龙细珠图案 门的左右两臂各有一个脚踩祥云 披甲持剑的石雕五式 雕像表面原有图金彩绘 离井顺岭 全长21.9米 宽10.12米 高5.42米 也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及八个侧室 全部是砖结构的 建筑形质与亲邻大致相仿 规模略小 中式稍大 长5.30米 顶座尖穹龙形 主式的乙柱 立方 东鹅 柱头 原来都有彩化 由于淤泥和雨水侵蚀 大部分已经剥落 锦木门东鹅上 尚存片段牡丹花纹 南唐二陵早年被盗 但尚存余物六百余件 其中 埃策残片是判断牧主的主要依据 亲邻出土预埃策二十三片 刻字田金 完整者十一片 它证实李变葬于公元九百四十三年 陵名为亲邻 顺陵则仅出土预埃策残片四十片 其中有字者约二十片 二陵还出土大量男女陶俑和各种陶制神怪动物形象 陶俑中有宫廷内侍 宫官 庸人 宿卫 灵人 母鸡等等 陶瓷器均为残片 仍可作为五代词研究断代的标本 南唐二陵没有巨大陵种 优身神道 也没有众多石像 高达电语 但从它的破败余光中折射出的是 动荡分裂年代的社会景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